刀飞在接受印尼的电视台访问时提出质疑 不明白为什么李中伟能够入选世界语连名人堂 是不是因为世界语连的办公室就在马来西亚的原因 随后他更是在社交媒体上指出 李中伟究竟赢过什么冠军 董运 押运 是锦赛还是奥运会 那你会选谁 拿过十枚银牌还是一枚金牌的选手 大家好 我是汉哥 作为曾经的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的刀飞 他对林丹的获选表示赞同 他觉得冠军不一定是最稳定的那个 也不一定是最长时间待在世界第一的那位 随后 刀飞的社交媒体就找到了 马来西亚球迷最擅长的猛烈抛红 要求他道歉 而针对这件事情 李中伟也非常困惑 他说自己也不清楚名人堂的入选资格 刀飞应该亲自去联络世界语连来了解 自己也是在收到世界语连的信件之后才知道自己入选了 对于刀飞的批评 李中伟承认 一开始也感到生气和不开心 并对于他的行为感到不解 毕竟他们在场下也算是好友 而那时候邀请他来参加表演赛时 刀飞也是爽快答应 所以这次的行为他感到不明白 不过 李中伟也说到 在事情发酵之后 刀飞也透过信息的方式向李中伟道歉和解释 称那时是因为记者问到了关于入选民人堂的标准 而他只是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并没有要攻击李中伟的意思 那是因为网络效应 事情很快就传开了 那李中伟也补充到 他当然是希望四大天王的能够进入名人堂 并希望世界语连能够解释的更清楚一些 那大家对刀飞的批评又有什么看法呢 认为他说的对还是错呢 欢迎留言讨论看看 那世界语连还是真的要理清一下名人堂的入选标准 那我个人觉得 这名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中 冠军很重要 稳定心好也很重要 那对于羽毛学的推广和影响力也必须要纳入考量 怎样才能更好的选择谁才更适合加入到名人堂里面 那就想在我看来 那欧飞也好 李中伟也好 两个人都应该要入选名人堂 谢谢大家